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南国际电视 美南时事通 我们今天特别要请到的是 全美政治领袖基金会长李书信教授 李教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美南新闻记者 萧永群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一个主要的话题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最受关注的 就是目前的一个9000亿美金的一个输控案 经过了这个旷日持久的这种拉锯战 今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首先请美南新闻记者 萧永群 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这个9000亿美元纾困案里边 所包含的一些内容 好的 那谢谢主持人 那最近最让人开心的新闻 就是美国参议院多事长领袖麦康纳 他就宣布了 国会他们在20日已经敲定了规模 高达了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方案的协议 那虽然这项金额比过去 都是以照开头的这种提案缩水了不少 但是对于许多民众来说呢 仍然是引颈期盼很久了 那根据这项最新的纾困法案 跟每个人这息息相关的部分呢 就是将会直接发放600美元的支票 给每位大人和小孩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家四口的家庭的话 可以获得2400美元 那除此之外呢 对于失业者他们都非常关心的失业补助 每周300美元的失业就近福利也会继续发放 另外对于一些企业 航空业 大专院校也都会有补贴 比如说其中的2840亿美元 就会作为薪资保护计划的一部分 那这次薪资保护计划他们也指出了 会对于一些益文产业 地方报社等等这种 过去比较没有被补助到的项目呢 来加强着重补助 那这个两项书共产通过之后的 这个纾困法案会在今天在国会进行表决 那美国财长姆努欣他就指出 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呢 最快在下周民众就可以陆续收到纾困金600元 可以说试一下政府给民众的圣诞礼物 那也是2020年末呢 最令人振奋的消息 好 谢谢夏文群 就像刚才夏文群所说的 这是给美国民众发放的一个圣诞礼物 最好的一个圣诞礼物 虽然说呢600元呢 这个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 但是呢很多美国民众都已经表示 我手上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今年呢又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每10家美国人就有6家 受到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包括失业啊收入的减少啊 甚至是有一些行业就有可能不复存在了 就是说也有40%的人表示呢 虽然600块钱不是很多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存在银行里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目前要面对着大量的账单 到了年底啊要要要付账单各种开销还是不小的 所以说有可能说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所以说我们想问李教授就是说 中国常常说我们是救急不救穷 您认为这个疏控案 第二轮疏控案在这个时间发放 它能起到这个真正的救急作用吗 第一点使我非常失望的 就是说美国这两党工作毫无效率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那边挣扎 在这边争夺 所以才持续了那么久 你想想看 三月那个出来已经有九个多月了 那么他们就在summer的时候 暑假的时候就开始要决定要给 可是就是说给谁 给多少 这是个最大的增值地方 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参议院的时候还决定 就是McConnell他说 不给个人只给企业 那么后来国会就是众议员 就坚持要给这些人民 一些就是六百元 早一些他们谈到是说五百元或四百元 都不一定 不过现在的数目是六百元 那么这是使我想到 这个美国的政府实在是 很没有效率 那么在这方面 而且他们这些人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想到 我希望听众观众能够思考一下 为什么美国要花那么久的时间 来达到协议 直上下两月 因为他们有太多太多的 所谓的特别 这个special interest group 就像是游说的团体 或游客 或者大的企业家 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因此他们都借了捐钱 或者游泄利用各式各种方法来影响这个立法的决定 因此不是完全就是为了人民的生活 为了人民的需要而做出发点 你想想真正人民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六百块钱 现在他们虽然工作失去了 可是他们失去的 这些工作不会再回来了 照理讲 他们这些雇主 应该再一次把他们雇回来 或开创新的工作机会 这是表面上的讲了很弹簧的一个理由 就是两个意愿在吵 就是说给多少给这些企业家公司 或者是这种就是说不是私人 因为他们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可是我们看着从股票的反映出来 这几个月八九个月 快十个月的反映出来 我们看到股票有非常多的钱进入了股市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这些企业公司 企业公司或企业家 他们拿了这个政府的补助金以后 他们对政府没有信心 不知道是不是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 育群的控制怎么样 很多的未知数 因此他们最好的方法 不是来计划怎么样在恢复工作 怎么样恢复操作或生产 不是 而是他们想 OK我暂时来投资股票 这是最方便的方法 因为你随时拿出来最方便 他不是想到我要长期的 怎么样计划 再扩张 或怎么样计划 把这个设备用得更安全一点 能够免除这个瘟疫的散播 或者是我要训练我这些人工 你能够得到新的技能 然后能够适应到未来的工作 职场的需要 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就是完全为了自己 所以现在到了第二次 这是分钱 分配这个经费 同样的问题 基本上 只是多少而已 原则还是大企业 他们还是说 应该帮助那个航空公司 我今天早上就读了 他们几千万 几亿了 不是 几亿了 几亿的要帮助航空公司 bail out 那么当然航空公司很重要 可是他们有没有把这个钱 真的给了些空中小姐 或者驾驶员 或者把他们再弄回来工作 没有 有些人就像您刚刚讲 他失去了工作 他就永远没有工作了 他再也没有 而且您现在讲的这个600元 我还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们刚刚说是 按照收入 第一 他们说按照2019年的收入 报税的 可是你想 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穷人 他用不着报什么税 他根本不需要报税 所以在那个税务局里面 根本没有他的档案 可是这些人是最需要钱的人 最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您说 按照2019年的退税的 如果你收入 一个人是七万五 以下的话就给 一家 那是上次三月份的 一家的话就十五万以下要给 可是你想看 七万五 那是2019年的数目 你现在按照这个同样的规矩 今年很多人没有工作 你有没有算到这个算数 很多人根本没做 那你怎么算 然后你按照他们2019年的收入 他们是收入的不错 可是他今年整一年都没有工作 那你怎么办 他就不合格了 换言之 所以这样子的话 而且还有一个漏洞 就是说 从年初到现在 有很多人失去了这个住宅 租的也好 买的也好 都没有地方 无家可归 他们的地址或者要换了 给他们的亲友去住 跟他们的家人或聚集 那么这种情形换的话 他根本收不到这个支票 所以你支票寄给他 也收不到 他银行户头也被关了 就像我最近 我想找了我那个 给我做院子的工人 找不到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电话撤掉了 我就找他的朋友 他们说他是没有电话 因为付不出来 电话钱 所以基本上就说 有这种问题 然后上一次 我的了解就是说 我经历的 我亲自经历的 就是说七万五以下的人 可以拿到这个 一千二的补助 结果我发觉很多 这些退休的 这些 怎么讲 拿社会福利金的人 其实这些人 包括我自己 我拿社会福利 我的退休下来的 可是问题是说 我没有受到 疫情的影响 对不对 你看 我的收入 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政府不需要 给我这笔钱 可是这些人 他收入少过 2019年 他收入少过七万五的话 他就可以拿到这些钱 这些老人们 所以这些钱 其实我们可以分配到 更底层的人 这是我所关心的 所以这些无家可归 像我姐姐的工人 他就说 他说他现在没有地方住了 都找不到地方 人家不让他们去住 因为他被一家赶出来 一个apartment 另外一个apartment 也不给他 所以你看 真的是生活非常的艰难 对于这种底层的人 可是他们 你说给他们六百块钱 还寄不到给他们 虽然这次他们刚刚说 这个什么 财政部说 他们这次已经有这个 结构了 给钱的结构 已经会很快的 把它发出去 你有这个架构 你有这个结构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找不到这个人 是不是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就觉得 而且很多这种 自由界的 艺术界的 这种freelance的人 他们就真的 受到很大的 这个影响 像我大牛 他的芭蕾舞老师 他又不合格 可是他 他又没有收入 你看 就是因为他 2019年没报税 因为他只是 freelance 他太低了 他没报税 所以他又不合格 所以种种这个原因 结果变成小企业里面 你所拿的这个经费 我知道 有些朋友 中国朋友 有小的店 连锁店 他们拿了不少经费 可是他们还是照样裁员 也不把他们雇回来 他们连他们儿女的 都拿去申报 把他们的儿女的名字 都加进去 所以我觉得 就是有很多的舞弊 有很多的毛病 在那里面 所以我觉得 应该好好思考 可是现在已经 木已成舟 也没有什么 可以争执的 不过至少就是说 可以有个圣诞礼物 那么大家稍微开心一下 我希望以后 我们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对于我们的国会议员 他们要做了决定 稍微注意一下 能够想到这种细节 真正需要钱的人 好的 谢谢李教授 这个第二轮的疏困案 和第一轮相比 我们看在政策方面 更加的严格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担心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 起到疏困的作用 能够起到救济的作用 我们还是有待观察 另外我们刚才也看到 李教授也提到 就是说很多钱流入了资本市场 流入了股市 而且更需要钱的那些人 就是低收入的人 却是杯水车薪 作为600块钱来讲 对他们来讲 能够支付账单 能够支付租金 住房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我们这里面 也要稍微强调一下 这一次和第一轮的 这个疏困案相比 对小孩子的发放 原来是每一位小孩子 是500块钱 这一次增加到600 但是对失业补助来讲 额外的增加补助金 从原来的600块 降到了目前的300块 所以说这还是有一些 比较细微上的差别 同时这一次PPP 他也这个资格 申请资格也扩大了 包括非盈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还包括我们的地方的报纸 电视台 电台 他都有资格来申请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没有涵盖 同时这一次 也照顾到了一些文化机构 刚才像李教授所讲的 一些从事舞蹈 从事艺术的 这些艺术工作者 他们在这一次 这个疫情里边 很多不能表演 不能演出 包括剧场 很多过去非常抢手的一些剧场 到年底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种演出 到今年的门口罗雀 基本上是大门紧闭 所以说这一次也播出了200亿美元 用于特别的针对电影院 文化机构 给他们一些补助 我觉得也是非常需要的 同时还有这一次 继续对一些租客来讲 美国政府又播出了250亿美元 专门用于一些租金的延长 希望能够在圣诞节期间 不要出现被驱逐的这样的一个场面 接下来我们再看了 9000亿美金的疏空案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这种说法 今后几周 大家就有可能陆陆续续 接到这笔资金 我们还会今后在新闻里面 继续关注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 此外我们也看到 虽然疫苗已经 首先在医务工作者之间开始施打 我们看到安姆迪安德森 包括Massadist 休士敦的一些重大医院 大医院 很多的第一线的医务人员 已经开始接种 但是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在这里面 我们也请美南新闻记者向上群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在疫苗施打过程中 也存在的一些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好的 其实有一项我觉得 虽然不是发生在美国 但是是目前世界各地都非常关注的 就是英国他们虽然已经 已经开始施打新冠疫苗的措施了 但是他们出现了一种 据说是更具传染性的变种冠状病毒 目前许多欧洲国家 他们在上周末都紧急宣布了要停止来往英国的航班 尤其是法国除了限航以外 也开始管制对来往英国的货物排润进行控管 虽然目前这个病毒对美国似乎是没有影响 但是英国当局是指出 新的这种变种病毒已经在英国的 东南部地区迅速的传播 而且这个病毒比我们目前现在的新冠病毒更可怕 它的感染力高达了70% 全球都对这个消息都十分关注 那有鉴于对于这个疫苗来势汹汹引发的恐慌呢 美股在今天早盘也跌于300点 另外因为欧洲他们寄出更严格的这种封锁措施 也使得旅游相关的类股呢 在21日表现会稍微走低 那以上就是目前关于疫苗 关于疫情方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 我们后续呢也会继续针对这个新的变种的病毒 为大家进行报道 好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作为疫苗这个安全是一个priority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的话 这个疫苗的安全是大家最有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李教授请您谈一谈呢 在这个疫苗施打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者在英国 比方说目前这个老年人还有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都要这个第一 率先施打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当然我们未来的国家最大的挑战 包括就是股市一切都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系 当然要控制这个疫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疫苗的分配 或者是医护人员 我很赞成当然医护人员很重要 可是我也想到了 也许我最近这几个月 看了很多不幸的人的情形 贫富不均的情形 我特别有感触 那么使我就想到一些低沉工作的人 就是因为这是疫情 而真正失去工作的人 比如说他们托儿所的人 或者是餐馆的人 当然我很喜欢去餐馆 现在不太方便去了 不敢去了 所以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真是在那边挣扎 那么他们要靠了消费 而且他们就是戴口罩的话 也蛮危险的 因为有些我们顾客去吃饭的人 总要把口罩拿下来 是不是 所以还是很冒险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也很重要 也需要应该优先考虑 当然他们说最开始的时候 育毛都是给有权有势的人 那是最重要的 可是如果你想一想 一条命就是一条命 在神的眼睛前面 一个命 你管你有钱总统一条命 我李书信也是一条命 你盖主编也是一条命 都是一条命都很重要的 不因为你贫富 或者是你的地位而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 好像我们做的比较失策一点 没有顾到 那么另外一方面 当然他们很仁慈 就是老人 要分配老人 当然我赞成在老人医院 工作的那些医护人员 是需要打预防中 或医院里面 一点都没有问题 他们需要 可是至于老人的话 我自己是个老人 我真的很坦白的讲 也许我这个想法 跟很多人老人不一样 我想也许听众听了以后 会有马上大大的反应 而且多半是负面的反应 可能好 因为我觉得 我像我已经七十六十块 七十七岁的人了 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 还有什么多好贡献 对不对 如果就像那时候 Titanic那个跳船的时候 你记得那个船要乘的时候 他们让小孩子先走 不是让老人先走 就是年轻人先走 那么先下班 就是被救 那么我就想到了 那还有钱人 有钱人永远是优势的 在优势的 那我就想到了 比起来 我就是神给我 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十年了不起 二十年好吧 了不起 虽然我的刚儿子说 你可以活了三十年 我说拜托了 我不要活那么久了 可是我想 你们年轻人活三十年四十年 没有问题 为什么不把这个疫苗 给你们这些 对国家社会以后 更会有贡献的人来用 我妈走了就算了 对不对 只要我一生 没有什么挂技就好了 所以我对这一方面 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跟很多老人都不一样 不过至少我姐妹里面 跟我老公我们都有 同样的看法 所以我们不愿意花 国家很多的钱 或资源 来延长我们 已经没有什么贡献的余年了 这个主要是从医学上来讲的 就是说对不起 从医学上来讲 他们其实也知道 比如说我前几天 我听了有人捐圣脏 在我们教会里面 捐一个圣脏 给一个陌生人 所以我马上就想去捐一个圣脏 我心想 我一个圣脏也可以活 再活几年都无所谓 对不对 我说我捐掉一个圣脏 结果发觉他们现在 圣脏还有年龄的差别 所以他已经有歧视了 好像是在60岁以后 你就不能捐了 表示我这个肾已经老了 那我这个肾已经老化了 你还要再救我 给我打疫苗这些 或者还给我这个ventilator 是不是还花国家的钱 No I don't know 我亲爱给我的孙子 给大家年齐轻的人 他们以后对社会有更多的贡献 当这个见人见智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不过这是李苏醒的办法 李教授 您这种精神 非常值得大家的称赞 但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讲 他主要是照顾到年长居民 年长老人 他主要是属于弱势群体 容易被感染 所以说抵抗力比较弱 所以说第一批施打疫苗 有它的道理 年轻人相对来讲 他还是属于抵抗力比较强 各方面的机能比较好 所以说还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包括您刚才提到 这个肾脏移植 我觉得它有它的一套限制 和这个病人之间 它可能要有一些 是不是match 它这个器官之间 我想是从医学的角度 它没有这个歧视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年龄歧视 他也许觉得我这个肾脏太老了 我这个了解 另外一个是他也考虑到 你这个移植的身体 是不是能够承担得了 那也考虑到 比较虚弱或者各个方面 这个是按科学来走的 那福西博士也说了 如果大家施打疫苗的话 大面积施打的话呢 到明年十月份 美国才能恢复到正常 当然我个人听到这个说法以后 我觉得还要等到明年十月 明年十月也就是说明年一年 基本上又要处于这种状态 所以说相对来讲也比较失望 但是目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美国已经有32万人 将近32万人已经死亡 而且更让人担心的是 经过这个节日季节 比方这个感恩节 圣诞节 增长是非快的增长 所以说大面积的增长 所以说真的让人很担心的是 我没有觉得好像 这个疫苗能够给大家 我觉得 你请你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说 阻碍就是说 福西医生他是讲 我不记得多少个percentage 好像90%还是80%的人打的话 就会达到那个目标 就是明年的目标 就是说可以控制 可是中间有很多的美国人 还是跟总统一样相信 就是这是假的 然后有40% 他中间里面的 他的选民里面 他的粉丝里面 觉得不要打 他们不要打 所以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难道他们没有想到 总统supposedly应该是得到了 得生过这个病 他们还不相信 还不愿意打 所以我希望 这个拜登 因为他能够做个榜样 能够率先 领先 让大家能够 好好的根据医学 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或者打疫苗 那么这样子的话 也许使我们这个疫情可以受到控制 可是除了疫情受到控制是重要 主要的就是经济 如果大家都打疫苗 大家都戴口罩的话 我们就可以复工了嘛 就像台湾他们说 他们只有七个人死亡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需要档 没有关闭 因为每个人都戴口罩 就好了 所以大家照样上班 都要工作 所以问题就是 我们就是不听话 然后就是听总统 随着总统讲话 做而做 所以川普总统 所以如果是川普不再继续挖坑 兴风作浪的话 也许拜登可以 能够顺利的推广他这个疫苗的情形 然后他自己也说过 他要全国戴口罩 戴一个月 是不是好像戴一个月 他说是 那么全国性的 那么大家如果听话的话 乖乖待一个月 说不定就好了 可能提前 这个恢复的正常时间 好了 刚刚讲到疫情 我们觉得这个话题相当的沉重 而且这是一个跨年的话题 到明年 我希望能够 这个有很大的改观 大家能够在一个比较 恢复正常 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里边 去工作 去学习 去这个学校 重新开学 那我们现在 这个本周呢 就是圣诞节了 今年我们说 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感慨 今年这一年 可以说是像过山车一样的 经历了各种事件 从美国总统大选 到现在也没有消停 一直到 再加上这个黑人命贵 各种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 对立 同时呢 又加上 这个全世界方文内的 这个公共卫生事件 导致了大家这个心情都非常非常的沉闷 那本周就是圣诞节了 多少给大家的生活 也带来许多亮点 但是呢 仍然受到很多的限制 我最近看到了 这个有一则比较好玩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说每年呢 从八十年代起 从这个芬兰 这个基地啊 我们看这个基地 这个雪地上 有一个圣诞老人村 圣诞老人村呢 都会接待全世界各地 大概去年是接待了290万人 到这里来过夜 那过夜干嘛呢 他就是和真正的圣诞老人 来见个一面 在这里面 划雪橇啊 还有白雪城堡啊 还有圣诞老人 一起能够这个欢度圣诞节 那今年由于这个疫情呢 这一下子这个城就就就就关闭了啊 来的人来的人呢 寥寥无几啊 圣诞老人呢 非常非常寂寞啊 于是呢 他就通过这个网上视讯呢 跟大家来聊天啊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 哎呀 圣诞老人今年的这个时间很充裕 可以聊天了啊 但同时呢 也说圣诞老人今年很寂寞 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新闻 当然也折射出啊 今年啊 这个圣诞节啊 有这样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可能会有许多的老人啊 不能给自己的家人团聚啊 很多的人可能孤独 来度过这个圣诞节啊 那李教授那您今年是准备这个怎样计划来过这个圣诞节呢 我今年还不错 我的大女儿会来 所以跟我们家 有一些热闹 那么我们准备就是说 当然我们有棵树 这个是新的树 很简单的讲 平常我们过去都是真的树 又高又大 所以要爬上爬下 现在这次就很简单就把它打起来了 所以他会来 然后他来的这段时间 每一个都礼拜 我们大概就是我准备包粽子啊 做八宝饭啊 因为我过年的时候 大家会希望能够顺利到佛罗里 大家去看我两个姐姐妹妹 所以我就可以带这些给他们 然后做酒量啊 做油饭啊 或者是那这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带过去给他们 其实他们在那边都可以吃得到啦 不过他们觉得我的八宝饭的材料比较丰富一点 我的酒量比较甜一点 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在家里面吃一顿吧 那相当不错吧 然后就会长胖了 对 那李教授呢 您认为 对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 您认为这个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我想提示大家一下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通常不愿意用这个字说问题 我都用挑战 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挑战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 要需要有个很好的一个态度 就是人生观或是人生的态度 情绪 比如说是有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 你如果不能控制的事情 你就不要担心 就让他走 让他let go 你能够控制的事情 就尽量全力以赴去控制他 比如说是这个疫情 我会不会生病 我不知道 可是我尽量的去防范 至于我会不会进了医院去 那不是我所控制的 我就不去担忧 这是个基本 最基本的一个态度 人生观 那么然后我们就常常就发觉 当你有危机的时候 就成为你一个转机 中国人常常讲这个事情 所以美国人讲 说把柠檬挤成柠檬汁 做成柠檬汁 那就是甜的了 那就是不是酸的了 所以基本上 你就把你的危机 也许比如说 这是你失业了 可是失业的话 你就可以有时间思考一下 你过去这几年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值得 是不是需要改变这个方向 是不是需要尝试新的工作 或新的经历 就是说给你一个 思考的机会 或者是有的时候 你忙的话 每天忙 你都没有去好好去读书 或者是吸收新的知识 这时候因为你失业了 你可以有机会 学习新的知识 包括我自己 就是不旅行了 我当然没有失业 我一直都失业 失业了差不多十几年了 OK 只是我不去旅行 我时间比较多 我就比较能够关注一些 社会的问题 就是贫困的问题 就是poverty的问题 美国的poverty的问题 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阶层的问题 所以你就如果从这种 利用你这种危机的时候 去有新的概念 新的思想 新的方向 然后给你创造未来 不要往后看 因为我从前写了一篇文章 我又说 我说为什么神不给我 在后面照 给照个眼睛 免得我一下 帮不离去 在我排队 在我后面的人 或者我想 往前看 着重前面 后面 所以我后面没有个眼睛 那神要我往前面看 然后我觉得 我们要 有的时候 因为危机 你就非得要求救 要别人帮你忙 就是说 或者请教别人 我并不是说 没有信心 你还是很有信心 可是你这个机会 这时候 强迫你 要求救 求助于别人 就像中国一样 川普对中国打压 打了压以后 把中国的话 老体 公司发展 更刺激起来了 所以他们就发现 我不能完全靠 美国的高科技了 所以同样的 在个人的层次里面 我们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要采取一个 很正面的看法 我刚刚讲 常常数算我们的恩典 我每天起来 第一件事情 我就说 我还活着 第二件事情 我还可以自己下床 然后今天我看 我老公在那边 试他的裤子的时候 他说 哎呀 现在长胖了 穿不进去那个裤子 一条一条的试 看怎么样 我说 哎呀 你还不错 你不需要坐在凳子上面 再试裤子 你站在这边 就可以试裤子了 就是一脚站住 一脚穿那个裤子 你知道吗 我说那还不错 就是我们常常 要数算我们的恩典 要自求多福 不要埋怨 不要为未来而担心 那么天天都要洗了 自己制造洗了 比如说 我刚刚讲了 我说我女儿来了 我们可以说 哎呀 没有事 刚才去看电视 也许我们可以做酒量 他没有看过我做酒量 也许我可以教他 我不是记得他看过我 做八宝饭 没有 越小的时候 他还读书 妈妈做东西 他们也不管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情的话 都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新的经验 所以我们就说 尽量利用新的这个时间 新的改变 来个包括 比如说很多人很久 都想做运动 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但你好了 你不必每天开车上班 你至少省下了那个时间 做运动 或者读圣经 这都是我从前 当我在失业的时候 我养成的习惯 因为我有失业的时间 从那个政坛下来以后 我也失业要找事 所以可是我就求神带领 然后我就在那段时间 我说我能做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讲 我不能做什么 我只能拼命的申请 对不对 可是我在等 在等待的时候 我能做什么呢 就是做运动 开始我做Arobic Dance 开始我读圣经 所以这两个成为 我这后半辈子 最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做运动 因为从前年轻 都没有时间嘛 后来就从那时候 就讲成做运动的习惯 我们要常常 对不起 所以我们把正面的 把它turn to 不 负面的 turn to正面 天天喜乐 今天能够呼吸 像我们都很健康 生命最重要 存款当然越多越好 就是是不是会给你带来快乐 不一定 那么不一定给你带来快乐 对不对 所以很多妇人 她们都自杀 这些痛苦很多 那么还不如 就是说 每天都活得很开心 我记得我母亲讲 她说 我买 我穷的话 我买一双筷子 我都很开心 你看 就有那种喜乐 你常常就想 我今天能够买一点东西 我就很开心 像我前期时候 我要出去买东西 我就觉得 哎呀 又要戴口罩 又要很烦人 你知道吗 我就有点不赖烦 然后 后来我心想 神就好像使我开了眼睛 你还有钱买东西 你抱怨什么 所以不抱怨 对不对 那些没钱的人怎么办 对 好 那刚才这个羊肉货 我们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们分享了如何面对疫情 同时我们也感同身受 对疫情今年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 我们也感到福西获西 中国传统的道理 同时我们也非常赞成李教授刚才说的 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能够在这个生活中 虽然疫情破坏了我们正常的 这个工作生活的这种秩序 但是从另一方面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 重新定位 这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 年轻人 这个萧小姐 您是如何来计划来过圣诞节的呢 如果是圣诞节的话 今年是预计做一些比较自然一点的行程 像是去外面露营之类的 就是尽量不要往很多的地方走 然后跟喜欢的人 然后去一些野外活动 因为我觉得毕竟这段期间 除了你自己身体的保健 心灵上的调室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说就是在新冠 新冠这段期间很流行一个词 叫做COVID fatigue 就是新冠疲劳嘛 对于这么长久的这种 COVID fatigue的生活 很多人会出现这种心灵上的这种 很空虚很匮乏的感觉 所以呢 其实照顾好自己的心灵 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起照顾身体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不排斥出去 但是在出去的时候呢 你要好好地检视 自己可能出去旅游的方式啊 是不是安全的 会不会可以就是 避免跟人群的接触 然后适时的达到可以放松 但是同时又安全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今年的话会 计划是会去录 好的 好谢谢 今天呢我们是讨论了 刚刚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新闻事件 也就是9000亿美元的 美国这个第二轮疏碰案 同时呢也跟李教授 我们那个分享了一下 针对今年疫情 大家从无论是从工作上 从这个生活上 包括心态上的一些调整 也同时呢 这个圣诞节马上就要到来了 在这里呢 我也提前预祝李教授 还有萧小姐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能够有一个健康平安 快乐的圣诞节 谢谢大家收看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健康快乐